今天咱们画的是三尺的纸张 三尺陡方 陡方就是三尺横幅的给它对折 对折一下啊 咱们可能会在这个地方画一块石头 这好比说是个石头 或者是我们在这儿画点花头花冠 这个咱们可以考虑画个正面的 这个呢画个侧面的 然后在上面呢还可能还会有三三两两是吧 这个就比较灵活 灵活 但是你发现没有 这一点它两个内容有些像是吧 像这种情况 最好啊 给它来点变化 让它到这边来一些 避免一下这种情况存在 然后出之是从哪出啊 有可能是从石头这里出 这个有可能从后面长出去 这都是有可能 因为这个草稿你只是大概 不可能画的时候就硬邦邦的照着来 有些时候呀 这些支支叶叶 布局方法 它可能会有变化 这如果说空白大的话 我们画两只蝴蝶 空白小了就不画了 多么灵活的一件事情 构图就是这样 把你的大概构思一说就行了 那这一关咱们过了 就把它拿下来了啊 三尺斗方纸 你布局的时候也是要考虑到它们的关系 前后遮挡关系 把它拿掉之后 那这个纸就是个方形的 可能朋友们看得不太全对吧 那不要紧 今天我计划给它录上去 所以说左上角到时候咱来个全图 第二步呢 我们就在这个纸张之上啊 用手在上面啊 用手把它的大概位置画一下 这是第二次找纸张的比例 好比说这儿又来一个 啊 这个画面不太大是吧 甩过来 上面也有 或者是在这儿长一个小的吧 或者在这儿 你看这个还是蛮灵活的 那大概位置咱们长好了 那先画啥呢 我建议啊 不画石头 为啥呢 你给石头一画画好了 那叶子挡它也挡不到了 是吧 嗯 我呢 就建议咱们先画花头 先画一个比较完整的 好比说我们画这儿 先画出一个花头啊 正点的 那我们开始准备调点颜色 这个是太白 少许 不要加的太多 这个调底色这一步呀 也是蛮重要的 昨天我们用紫色 昨天我们用紫色 今天可以考虑用一点什么呀 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点三青 三青 三青色啊 三青 把它打成底色 这两个盆算是弄颠倒了 要是在这里面调挺好的 对 我们去来点水 调色 乳乳的 不要调的太过于浓重 你就全当你是在用水化 然后呢 水里面加了点太白 然后它起的作用就是 一 是衬色 把你毛笔上的颜色 一会儿衬得更亮 二 就是锁色 锁水啊 那个颜粒一加 肯定它要比水 有一定的稠度 对不对呀 直接用水的话 它可能会跑得比较快 所以说 用这个颜色还是蛮好的 调点底色 放到旁边去 刮掉多余的水分 这是玫瑰 来一点 稍微来一点 薯红 哎 才开始有时候 你看 这个新颜粒 它是不是就有点水 那是油 你可以先给它调一下 调进去 或者是你拿个 纸张把它吸掉 就可以 这是我们调好的颜色 玫瑰 玫瑰 薯红 啊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 轻轻薄薄的 你想画淡墨的 就得来的轻薄一点 但是你也要接受它的淡色 你想画颜色 亮丽一点 咱们笔尖呢 就稍微再加上一点 加重 笔尖加重 笔尖加重一点 对 这是油 调好 炒下了 你看啊 毛笔侧风 来 稍稍的带有一丁点的弧度 来 也可以让它动一点 是吧 来一点 动它 来一点 稍稍正点的 你就想象一下 把花心这部分内容大一点 你看 两笔完成了 对不对 我再来调 笔尖 加点薯红 记住啊 薯红咱们先不要加的太多 你薯红色加的多了 淡色露不出来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接着再来 侧风 你顺着原来的弧度走 你要是不想切 你就把弧度提前打好 走一笔 画一下 还可以再来一下 让这个呢 我们侧风 运笔 向外拖 是不是 让它来一点动态 我再重新 调一下颜色 我来调一下颜色 薯红 侧风 向外滑 走一个 来 拐一下 拐过来 是不是这方向 咱们都已经给它锁定了 对不对 差不多了啊 目前是朝咱们这个方向来的 往下画 咱们让这个周边 给它 舒展开 你这个时候 要是想要小笔触 你的毛笔 就笔触小一点 别向下压得太狠 你越是向下压得太狠呢 花瓣就越大 在这个位置 我们再来添一下 是不是 这个添一下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再来添加 这个我再接着来 一丁点 你看这个是油 拐过来啊 再来蘸上一些 宁可水小不能水大 但是呢 你也不能说 干的画不动 这颜色调的 对不对 那还是要画动的啊 我们再来 添加 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就开始填吧 架子就打这么大了啊 一边打 一边往下来 侧风 运笔 向外走 水分要控制好 毛笔向下压 毛笔 你看我的毛笔 是不是就用干了 用干了 我还接着画 沾点底色 再来一点 轻轻薄薄的 笔尖加颜色啊 现在因为我们已经有目标了 意思就是说 画的颜色 这朵牡笔 不是说太重 不是说特别重 所以说我们就这么来 向外滑 再来了啊 这个地方我们入进去 毛笔侧风 向外滑 又一个 把它填起来啊 这里呢 我们接着来填颜色 侧风 向上啊 来一笔 像这里呢 你可以给它来点小层色 你看颜色要调好啊 你发现你调的颜色 是一截红 一截白 那么你就再去调一下 尽量给它调好 接着呢 我们再往这啊 开始侧风 用笔向外拖 再接着来 向外拖一笔啊 好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还接着来填 对 你要是用小笔出去画 你的毛笔就别往下压的 太狠 你越是往下压 花瓣就越大 你想画多大 你心里得多用勺少 有点树 是不是 咱们再接着往下来 慢慢的啊 不要着急 再侧风 用笔向外拖 再来一笔 一点一点的画 侧风 再来 你看我现在用的是小笔处 对吧 咱一看颜色还挺淡的啊 那毛笔是越用越淡 对不对 越用颜色越少 这个时候你就感觉感觉 需要再添加了 我们再去给它做添加 这是玫瑰 这是玫瑰 薯红 玫瑰 薯红 调一下 颜色要调好 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来个小笔处 来一个小笔处 这不是就显层了 对不对 一会我们还是让它周边润一点 这个地方啊 咱们让它产生层次 来 又一层了 层层叠叠的 不行 我们再来加一层 你看毛笔是不是越用越淡了 越用越淡了 还接着往下用啊 你不用去沾色了 你给它用到用完为止 把这些浅色呀 放到周边 还来加 再加一笔 一丁点的颜色啊 是吧 在它的夹缝处 来填一点 又增加一个层次 它这里啊 你看 沾一点底色 笔根处 沾一点底色 接下来 重新来画 玫瑰 薯红 调一下 再测风 周边呢 还要添 我们先把这一块收拾了 来 再加 再过来了啊 安排第一个课程 就是永久性的 不会过期 啥时候 随时随地都能学 网课是个 哦 在这儿来啊 调一点 薯红 加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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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笔尖这一块做啊 笔尖 你看这一块是不是成排了 我们打了一个圈 那你这个蛇 如果说你发现 你的 有圈啊 你就得给它破了 再来加重颜色 咱们再画一层的时候 就千万不要打圈了啊 打来打去 一会儿一圈 两圈的画 那层次感就不好了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我们要错开 让它什么呀 乱而不乱 向上走 我现在就占的是鼠红啊 占的是鼠红色 笔尖要加重 侧风向外滑 侧风向外滑 再来了啊 加重 哎 比它 抿上去了 是不是 这点颜色可是重了 嗯 这点任务 我们也完成了 往下怎么画呢 这个 我们要重新调上颜色 调上颜色 多调一些啊 调的多一点 因为我们可能 外围想画大花瓣 咱们这个笔法 就是简单 好学 容易理解 是用结构 基本结构状态化的 不是说死机硬背化的 就是你能够把这个彻底的搞明白 是咋回事 并不是说咱们都来学这个吧 你一笔 我一笔 你看 按道理说 这个牡丹还算可以 但是我们想加大 遇到哪里太平了 你去加的时候很舒服 像遇上这样的话 你看打上一圈 是吧 你这该往哪里添呢 我在这试一笔 入纸 测锋 走 对 来了 在这里 你看这 你一加是不是平了 测锋 向外滑 又一笔 又一笔 一笔 还可以 是不是 瞬间就把它破开了 开始 这里呢 我们加了一下 要不要再考虑在这加一笔 我们要考虑 测锋 运笔向外滑 对笔法简单 好学 还能够让你的牡丹花呀 画得更灵动 我们加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儿啊 有一些平 所以但凡你发现 你画的时候呀 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就大胆的去 往上加 就加就可以了 没事的 我接着再往下来 这个毛笔是越用越淡的 越用越淡 颜色越来越少 你还接着往下用 不要去补色了 就接着往下用 把它用完为止 测锋 向外滑 你看这颜色 是不是越用越淡 越用颜色越淡 遇到这种淡颜色 没问题 不碍事啊 朋友们 我们要大胆往下画 因为到时候 我们可能会去夹叶子 一称 这个牡丹花头啊 它就亮了 再来点一点 把水分要控制好 刮过来 这样的牡丹花头啊 它就显得灵动一点 你看这个薯红色 是不是就有点少 你呢 在这里再加一点腌制 因为我们想把花心处来得更重一些 在这个地方啊 腌制色 对 下笔要裹断 你裹断下笔 不用那么纠结 大胆的去弱笔 来了 看颜色红不红 是不是就挺红的 这样的话 它花头会更立体 但是有时候呀 我们想一下 立体 也不能说立体的太狠了 是吧 就硬了 我们让这些呀 花头画起来不是说是太过于硬 颜色硬 是吧 硬的哪一本都是很立体 然后它看起来就是不灵动了 也有这种情况啊 所以你根据情况 我毛笔上沾了一点胭脂 可是个胭脂色 不过呢 胭脂色我们得调好 你不调好了 黑乎乎的往上一加 这还是挺关键的啊 你就去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 来 所以啊 你看看这根毛笔 对吧 我们 来一档花 我用这个颜色来画了啊 我用这个橄榄绿 用点橄榄绿 用点胭脂 或者是你要是没有的话 你就去用那个色 用咱们平时 藤黄花青 珠标胭脂 毛笔啊 我们来沾一点水 来调一下 对啊 你看啊 是不是有些发黄 来调一下 笔尖呢 挂上一点的腌制 腌制色挂一些 笔根处吸掉水 你看这你用不要桃是吧 用一部分啊 对我们吸掉水 然后在它的上方 来侧峰 云笔向外滑 拐过来 这是一组叶子 给它加上几片叶子 对 现在我们点花蕊啊 今天我用的是三青 三青 三青 你点几下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点点 这是咱们调好的颜色 点一下 再来点 对 来点啊 别点的太小 咱们今天上午还说呢 不要点的太小是吧 点的太小了 看不见了 这个锤就不起作用了 顿笔向外提啊 咱们下笔时候裹断 不用担心 再往下来 对 不用担心会画错 一定要把自己很约束的那一面呢 给它打开啊 大胆的去落笔 现在来上面来个叶挡花 叶子 这是花挡叶 花挡叶画完之后 再来个叶挡花 在这个位置来个叶挡花 刚才咱们画这一朵的时候呀 咱们去加了那个 胭脂 再画一朵的时候呀 就不加 这什么了 咱们加了胭脂和玫瑰 再画一朵 我们用数红画 咱们不去 加玫瑰了 因为咱们想在这上面呢 画出几个色系的 不一样色系是吧 不然呢 一个上面都长得一样 咱们一直提的就是这个 不想让它长成一样的 所以呀 我们就把毛笔上 沾上底色 然后呢 我们再来调 调上一点 这个是鼠红 啊 鼠红色 调一调 过度好一层一层的 对画的时候呀 不要着急 慢慢来 那我们就往下 再来一点啊 测风 云笔 向外 来 加一下 测风 向外滑 再来 向上走 拿着毛笔 要放松 啊 向上提 对 你还可以考虑 要不要拐过来 再向上走 包一下 对 表现急 慢慢 你在这待一个星期之后 你就会发现 我一讲啥 你就不想听 你就说我都知道 这个来调一下啊 对要有耐心 来测风 向外提 来 对 向下压 过来了啊 调色 再来 测风 向外提 再来加一笔 再来加一笔 咱们接着再来啊 再来 对 我调好 对啊 我们调好 然后呢 这个腌制色 今天我们又往上加腌制了 测风 向外 来 过来 又一下啊 再接着往下来 对 再接着啊 向外 测风 来提 你可以来点小笔处 来点大笔处 你看这一个牡丹花上 有大花瓣 小花瓣 是吧 大花瓣 小花瓣 都要有 错位 给它错开 不要拍成对 一圈 两圈 三圈的话 那样的话 就会显得比较呆板 去加一点腌制 测风 向外 走 入纸 啊 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你看这腌制 加的多好 也不发黑 对我们调的时候呀 不要调的太高 拐过来一笔 然后给它 研究的 吐吐的 我们再往这儿 重新 加颜色 毛笔 入纸 测风 向外滑 来 有一笔了啊 在这里 在这里 测风 运笔 向外 走一笔 是吧 哎 你看这胖胖的 你觉得不好看 你就 往下再压一点 这个呢 这个呢 我们接着 向上走 是吧 现在的外形 咱们还不太满意 不太满意 接着 自管去画啊 侧风 向上走 对 有朋友们说了 你说不满意 还画 因为咱们还没画好呢 所以说呀 我们调上点颜色 我毛笔 去沾点水 这是水 去沾点水 然后 这里面是不是有残留 有残留怎么办呢 接着用 给它用干净 不用考虑到 你那个 加了太白之后 都花了 是不是 不用这么考虑啊 这是鼠红 胭脂 看着它不太切 现在 怎么说呢 比较平 比较圆 我们可以在这尝试一笔 侧风向上推 来一个啊 然后呢 我们看看哪个地方 需要添加 侧风 向上滑 走一下 来 这里呢 接着来画 颜色是越化越淡 越化越淡 我们接着往上走啊 天 下次见 遇见